你刚刚在休息区 有没有捡到我的东西 没有啊 您丢东西了吗 是什么呀 你什么都没看到吗 没有 你再好好想想 要不你提醒我一下 我也好回忆回忆啊 你是不是捡到一个耳钉 监控都拍到你了 你们说的是这个耳钉吗 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怎么能叫偷东西呢 我说方小飞 你说你这么大人 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再说了 这个耳钉值多少钱呀 那监控都拍下来了 还在这抵赖 你们是在怀疑我偷东西吗 这可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这是尊严的问题 这个耳钉 是我同学亲手给我设计的 独一无二的 我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待 只不过前两天 我妈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我把他接给他了 我还奇怪 怎么把他带到公司来了 难道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也是犯法的吗 我是个孤儿 你从小就被领养过了 这等归功于我那三个女儿 是他们让我觉得自己完整了 那有个人还领养三个呢 过得挺好 我跟你说啊 你就在这儿铺别乱造吧 你就啊 闭嘴 听见没有 让你闭嘴 我让你们闭嘴 你们两个出去 我叫你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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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菲啊 这也许是个误会 别往心里去了 吴总 我妈从小就教育了 人 不要太把钱当回事 那样的话 会成为钱的奴隶 所以我不是把钱看得很重 您没有必要这么提防我 考验我 之前您对我的误会 我都可以容忍 但是今天这事 我觉得你是在侮辱我 并践踏了我的人格 同时也暴露人类的人性 原谅我说这话 可能有些过分 但是我真是忍不了 我还是个实习生 就没有必要写什么 辞职报告了 谢谢您当初找我进这家公司 我先走了 再见 老飞 方晓菲 老飞 小飞 我爸约我去这家公司的谈风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 我 我自由了 你在哪儿 我现在出去找你 不用 我想敬你自己一个人待 我就是敬你 你都想我了 我去找你好吗 原谅 你把地理放逐我了 我现在就出门 你要自由 我就陪你流浪 吴东 你来市场布一下 马上 马上来 各位男工 都好好看啊 好好看啊 都往这儿看 都往这儿看 你 上班了 你干嘛 你上班了 谁允许你碰我呢 谁允许你碰我呢 起来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一个判奸 你一个奴才 我要这公司老板 我第一个开手就是你 我这约 上 撑了 你们这任务好好看看啊 好好看看 这就是你们每天工作的环境 一个充满着溜须拍马 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烂夫妻 烂环境 你们的老左 大个资本家 欺负一个小女孩 让人家去扫厕所 清洁卫生 这叫实习吗 这叫实习吗 这还不算呢 你们新来龙是个千万千万要注意了 因为你们一个不小心 不但赚不到钱 还会背上一个小偷的罪名 在这里 你们会受到人生最大的侮辱吗 他们 会让你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卑贱的 最无能的人 最没有希望的人 我反正今天先走了 我在这里 祝各位工作愉快 身体健康 祝你们走运 小爷 你自豪吧 柯老板 再见 当时我就是地上的东西穿在扔了 然后全正掌发的 也有没有办法的场景 真的假的呀 是啊 别人惯着她 我可不惯着她 好样的 不会是我放小飞的人 那当然 关键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 孙过 等一下啊 你这一爽是出来了 可你回家怎么面对她呀 她坑你老爸 她要是再敢难为我 我就离家出走 何夕为风啊 就算饿死 也不能服从 没有人 可以阻碍我跟你在一起 原来心里挺难过的 当然听你这么说好不难啊 你放心 以后的事你都不用管 婚姻早就不需要家长做出了 再何况我老妈现在非常支持咱俩 我一个堂堂男子汉 天下之大 还有我赚不到钱的地方 我养你 爹 你有发帮帮的 小飞也是帮帮的 但是有件事呢 这件事呢 你都没有想要 在实际间告诉我 他心思重 他要是知道 我把你做多了 爱情谈得还不顺利 我怕他着急上路不过了 人生如戏 全靠眼睛 你还担心我表演水平吗 嗯 我怕你穿的 不能 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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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 我怕他 那个 还在这个 不 руки